《长月静明》是由罗芸汐,白鹿领衔出演的仙侠剧,讲述了一代魔神淡台静与横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三世聂恋的故事。 《长月静明》还有一集就大结局了,在剧中,初代魔神的三魔器洗髓印和图神弩还有斩天剑,没想到最后也背叛了他,认魔胎淡台静为主,这让初代魔神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。 事情是这样的,黎苏苏闯进魔宫,要淡台静告诉他真相。 结果上古魔神的意念控制了淡台静,要杀了黎苏苏,淡台静不忍心杀黎苏苏,跟上古魔神的意念做斗争,上古魔神见淡台静明亡不灵,便想夺赦,抢夺淡台静身体和意念的控制权。 上古魔神召唤出洗髓印威压淡台静,淡台静奋起反抗,反而让上古魔神的三魔器他淡台静为主人。 连上古魔神都一脸惊讶的表情,也不知道自己的三魔器为何不听自己使唤。 没有了三魔器的上古魔神,他的意念最终被淡台静吞噬,两个意念合二为一。 淡台静打败了上古魔神的意念,成为世间唯一的魔神。 出魔做梦都想不到,连三魔器都背叛他,最后认淡台静为主。 初代魔神最后被自己的三魔器背叛,想想真是讽刺又可怜,但又怪得了谁呢? 只能怪他故不自封在自己的夜音里,最终被自己的三魔器抛弃。 反倒是淡台静,经历过人神魔三世,已经学会了爱人。 所以上古魔器的三魔器最终被淡台静的爱感化,认淡台静为主人。 总而言之,上古魔神的意念再也不能控制淡台静了,而淡台静也成为世间唯一的魔神。 淡台静经历了人神魔三世,学会了爱人,他的格局终究还是比上古魔神大,所以他的强大已经远超上古魔神。 三魔器认他为主人也是在所难免。